采高桥 在表演的技术上 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哦 黄水俊是慈友会 及其他好几只高桥队伍的总教练 他十三岁开始学习采高桥 一转眼就已经在这个圈子里待了二十七年 提起当年初学高桥的原因 黄教练仍然是回味无穷 因为是朋友的一句话 就是那个他讲过对我讲说有钱赚 小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喜欢爱吃零食 又不喜欢跟父母亲拿钱 所以我就听了他就叫有钱赚 就跑去学这个高桥 对于高桥在本地的发展 黄教练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其中的主要分别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之前 及之后的两个阶段 以前的技巧跟现在的技巧有很大的分别 但以前的技巧只是说你能抓住那个平衡 那个平衡性 你的表情你做得好 你就那个技巧就做得非常的很好 但是现在就不只要有平衡性 还要有滚 还要有翻 还要带跳 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的危险 谢谢大家